有一个朋友问说 对于会战效系 左号理工占文科 文科占理科 右号 请问有什么看法 对于台湾社会片中医学理工 而不重视文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培养 社会社会科学领域的培养 身为政府委员的理由 西纪对这个情况 有什么具体所谓的改变 我想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在做DG Plus的这个计划 网址是 www.dig.ey.gov.taiwan 好 OK 那我们在做DG计划的时候 我们这次跟之前的Nissi那个计划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我们在以前 一个叫做Nissi的资讯的计划里面 它偏重的是最基本的 就是家家户户的官品 任何地方都可以上网 就是上网是人权嘛 然后甚至我们自己的一些资料政策啊等等 但是呢我们现在在DG里面 特别偏重的 其实是不只是development跟governance 刚刚讲到两个部分 而是innovation跟inclusion 就是innovation就是 让民间的朋友来告诉政府 我们应该往什么方向去做创新 然后我们不要挡路 那inclusion的部分呢 就是人文社会的部分了 inclusion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去集思广益 然后去想说我们到2030年 或者说我们到2035年 我们整个社会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彼此相处 而且呢这些想法呢 我们希望是让各个不同的地方 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举一个很实际的来讲 就是说我自己每两个礼拜的礼拜二 就会轮流在行政院的就是中部 云家高平跟华东的四个办公室 然后直接去跟当地的正在做社会企业 正在做的一些NPO 想要把社会用某种方式翻转组织起来的朋友们进行座谈 那这个座谈呢不是摸头啊 这个座谈是直询啊 就是说当地的朋友们 他只要想要做一件事情 但他可能会挑战法规 他可能是政府这个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过的 像我最近有看到这样子一个案子 他来找我座谈 那这个案子的想法就非常简单 就是大家可能都在接卖上面 可能买过一些卫生纸或一些口香糖 那卫生纸和口香糖 其实也没有比便利商店的便宜 而且你买了一次之后 下次可能就不会买了 然后经过的时候心情就会不太好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就会有人开始去想说 为什么呢 他用服务设计的方式去想 很多人经过的时候会觉得说 这是被黑道控制吗 或者是说他的形象 这个一直说先生小姐行行好啊 而且商品呢你实在是用不到嘛 那所以他就去结合各种不同的社会企业 去做职能的训练 然后穿的这个漂漂亮亮的 然后也把那个车子改造的漂漂亮亮的 所以就变成是说不是你来帮他 而是他来帮你 他可以当Hotspot 他可以帮你充电手机 他可以下雨的时候给你雨伞 然后还可以去做当地的说明员啊 等等这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很有意思 就是他们传统上是弱势的 翻转成服务的提供者 那他后面是一整个社会企业的生态链 可是呢像这些东西 他几乎一定都碰到 就是在地的地方政府不太知道 要怎么管这件事情 每个部会不太知道说 这个到底算劝木还是义卖 还是什么别的 还是举牌小人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 他其实是在法律的定位上面 是需要好好讨论的 那所以我每次去这样子巡回座谈的时候呢 在地方当然是地方的社器门 那但是在台北呢 在空总我们就会有11个部会的承办的人员 所有跟社器相关的 我们就用远距视讯的方法 双向的这样背询 这个意思就是说 有人问这种问题的时候 好比如说大公司可以设一个NGO 大的NGO能不能设一个公司 这样子的问题 台北的朋友就会去研究 然后马上回答 一回答旁边10个部会就都知道了 所以我们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去让想要翻转当地的社会关系 想要去颠覆一些 我们传统上的社会的格局的 或者是差序的这些想象的 这些朋友们都能够 不会因为他是台湾第一个 想到这个的人 而去受到不必要的骚扰 那所以这件事情就是 我们会第一时间去让各个部会 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呢具体的去让资讯科技 变成社会创新的这个摇篮或桥梁吧 而不是变成是说 好像你就是要盲目的追求 一些资讯科技 所以我想社会学也好 或者是人文 所有其他这些题目 它都是让人跟人之间 彼此更能够了解 更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境界 那我们现在我觉得要focus 就是不是特定的产业的创新 而是它到底能不能够 产生所有social impact 这样子